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下着鱼 出来一个雪岛 通过下水岛 洗手间的下水岛 从下水岛 随便掺完一下 雪岛的线再量化一下 这个下水岛出现的是两路下水岛 它是左边一路右边一路 从脱不治整圈 直接到主管道那一头全已经养碎 从我的判断 就是住下水岛三桶 住三 我从这一桶把黄捅过去 从下水岛呢 注意用机器的时候 来回手动 这样比较好用 就是说铜进去一部分 带出来一部分 铜进去再转出来 就是说往里寄三米 往回头两米 必须要这样做 预防有大的东西 别带不出来 在那个通下水岛 还有一个 就是选用的机器 有些机器 有些机器 适合干销活 有些机器呢 必须要有马里打 就是点击的功力要大 这样可以干这儿 非常难干的活 比如说读的严重的活 这样可以 把有些复杂的小隧道 可以通开 小隧道呢 已经通开 我给大家拍一下 小院的幻景 看看 这露面 种的这树 不好 像我25年前上学的幻影 和现在真的没法比 现在的小孩特别 太好了 国家对教育的重视 国家的强大 从学校都可以看出来